螃蟹 蜡月二十九 因为风再次踏上冰冻的湖面 它要取一道制作年菜的食材 冰层早已冻石 需要用冰锥 窜出冰眼才能将食物取出 中秋后就已成熟的炸蟹 如今继续在冰冻的嫩浆水中饲养 清澈低温的水质 可以让炸蟹的膏黄更加丰满 看这花儿的花儿 这是今年镇籁县渔业的一次大胆尝试 也让春节的餐桌上再添一份美味 极端之境必有真修美传 只有天寒地冻 才能囤积出特殊的肥美 年是祖先们及大智慧创造出的节日 写对联 贴符字 都成了过年约定俗成的符号 再加上早已备好的年味 除夕就来到了 大叔 来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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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一家在外地居住 只有逢年过节放假才能回来 春节自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团聚时刻 作为父亲 尹维峰始终认为把年夜饭张罗好 就是这个年关里最重要的责任 因为现在这个物资比较丰富 什么鸡下鱼肉全都有 我就想给孩子们做一个最原始的那种烫火锅 就是在记忆当中 就是在我这个记忆当中 是说那时候吃这个火锅 就感觉那个年味特别浓 火锅的历史远远流长 到了东北 通过酸菜白肉的改革 早已变成了一道特色菜肴 虽然极其平常 却是吉林人过年时一道玉贴食物 可以给整个春节带来热气腾腾的享受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就负责吃那个酸菜火锅 炭火锅 它里边只能放了啥呢 放点那个干鲜那个虾米啊 有紫菜 再一个有那个就是海里头晒那小干螃蟹 借个味儿 有这个新螃蟹以后啊 我总想想给孩子们改变一种口味 吃点原始的那个酸菜火锅 加得入咱们点那个新鲜的大螃蟹 这工线还这么多呢 慢慢 长一层就这样 放火锅里 酸菜火锅 老尹的火锅创意得到女儿女婿的点赞 妻子盖利波每年春节的保留菜品 都是年底东谱节捕捞的胖头鱼 鲜嫩富鱼的鱼肉可以制作多种美味 鱼肉切片用醋精杀熟后 加入白菜丝和调味料凉拌 这种做法叫杀生鱼 是渔民人家四季都喜欢食用的佳肴 另外一种做法是炸鱼段 将鱼肉切块裹上少量面粉 在滚油中通炸 高温下鱼肉外焦里嫩 令人实力大增 一肉菜 一肉菜 不用客气 一盒一盒都很擅长 一盒一盒 一盒一盒 below 一盒一盒一盒 这大盒也太大了 大盒也太大了 长夜来喽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现在我们家 小的坚持快乐成长 祝福福生 工作顺利 二十一 二十二 这老师 放开一下 干杯 给看看 一个 一公里 这直接上嘴你就好了 你尝螃蟹了 弟弟也要吃 明天都是弟弟跟你抢个吃的 吃螃蟹 怎么样大叔这个螃蟹 不是很香吗 我大叔学习有成 全家健健康康 幸福快乐 谢谢 这是长寿鱼啊 吃个健康长寿 桌间热气同腾的棉菜 再加上一家人的欢声笑语 让这一切化成浓浓的棉味与福气 无论是南海之滨还是北方大地 天南地北的一桌桌年夜饭 传承了一代代中国人过年的仪式 这是中国人对于家的情感不可或缺 每一道年菜都饱含了人们 在四季生活中的辛劳付出和成果收获 以及对新一年开始的期盼 有滋有味欢天喜地的一年岁末 它既是归于结束 也意味着来年 从头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福利